南加州华裔商家全力拼经济 美国华人再创一片天 由800多间华人商家 共同组成的黄金大道委员会 日前于圣盖博士施议会上 成功获得全体施议员赞成通过的决议 正式将原山谷大道 从圣盖博士New Avenue 一路往东延伸到沃纳Groove Avenue 长约一英里的路段 更名为Golden Mile黄金大道 今天是我们在市议会第一次 要用正式化 把这个黄金大道带成一个品牌 我觉得说今天这是一个 对城市应该是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譬如像Pasadena跟Santa Monica 他们城市里头都有非常著名的 像老城还有三街 圣盖博士市长黄玉民指出 正式命名的意义重大 不但象征华人城市的重要地标 市议会更能有效率地与当中800多间商家共同努力 一同促进城市升级与商业繁荣 那这条黄金大道未来呢相信可以给我们这里的商家 带来很多的商机 同时因为Valley Boulevard这边 它有很多优良的这些商家 例如说珠宝店 高级的这些市场 然后同时还有很好的这些餐馆等等 那很值得这个让我们圣盖博谷以外的这些区域的民众 甚至是国际的友人能够了解到我们山谷大道这边原来有一个能够创造黄金的这样子的一段特区 未来很多民众就说他在周末的时候去了哪里 就是去了黄金大道 这个是一个对我们城市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象 所以说这一次这么多商家 还有我们那个John Wu 那个率领这个Valley Boulevard Stakeholders Group 那个花了不少心血 所以说很高兴 今天是一个创造新的历史 黄金大道委员会主席吴承源表示 通过命名只是个开始 紧接着将进行多项具体工作 包括如何招商 协调商家 制作广告牌等 全力打造黄金大道的整体形象 以成功吸引更多外来城市的消费人潮 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华人商家 未来能够利用我们黄金大道的这个委员会 作为未来跟市政府沟通的一个桥梁 那未来我们也会针对这个商家他们市场行销的部分 多所协助 也希望能够借此 增加我们这个圣德博市政府的税收 那同时也能够增加我们这些商家们的营收 记者政协会叶红志 洛杉矶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